大家好 欢迎来到循迹慢聊 说起这个瑞士啊 咱们都能想到这个国家风景如画 还有呢 它永久中立 其实这个国家还有一个代表性的东西 就是瑞士银行 提起这个瑞士的银行呢 大家第一印象都是特别安全 保密 把钱放在这儿呢 绝对放心 那这种印象是怎么来的呢 瑞士的银行真的一直这么安全吗 其实咱就聊聊这个事 咱先说说这个瑞士银行啊 怎么来的 瑞士这个国家呢 面积不大 可耕地不多 民风彪悍 最早呢 靠输送雇佣兵发家致富 直到今天梵蒂冈这个教廷的卫队 还用的是瑞士雇佣兵 后来到了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 瑞士呢 被承认是永久中立国 这个时候再大规模的输送雇佣兵就不合适了 得想个其他办法呢 挣钱 聪明的瑞士人觉得干什么都来钱太慢 不如呢 让别人主动送钱来的快 于是瑞士借着中立国的身份 开始跟全世界放话 哥们中立了啊 把钱放我这儿安全啊 之前节目里咱们聊过一期瑞士永久中立 周围呢 挨着法国 德国 意得利 200年没有受到侵略 可见把钱放到这儿多踏实 正因为这样 这个瑞士银行吸引了全世界的有钱人 很多的影视作品里就这种描写 有钱人一张嘴就是把这笔钱存到我瑞士银行的户头上 银行一多了 为了方便管理就出现了瑞银集团 英文简称是UBS 这瑞银集团呢 就是咱们老说的瑞士银行 所以瑞士银行并不是一家银行 而是一堆银行的总称 到今天整个集团拥有400多家银行 全世界的分支机构呢 多达这个5000家 巅峰时期呢 总资产是超过了1.5万亿美元 比苹果公司还多 全国收入的五分之一都是瑞银集团贡献的 所以瑞士呢 被称为金融帝国 这个帝国的支柱就是瑞银集团 为了巩固这个支柱 瑞士出台了一系列法律 吸引钱来存钱的人 首先一条就是保密 瑞士银行会不惜一切代价保障客户隐私 甭管你是世界首富还是他国的通缉犯 只要把钱放这儿 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前几年有个电影《达芬奇密码》 汤姆汉克斯演的《教授被陷害》 让这个法国人通缉了 跑到瑞士银行去拿保险箱里的证据 法国警察找到银行 让他们配合调查 公开客户信息 银行方面死活不提供 两边差点动手 闹成国际纠纷 这个情节跟实际情况差不多 一旦银行公开了客户信息 那么将受到本国法律的制裁 到那个时候别说赔钱了 银行能不能开下去都是问题 第二条法律是信誉 只要把钱放在那儿 甭管是天灾还是战争 就算是外星人来了 把东西抢走 银行也要无条件赔偿 这么一来越来越多的人 就选择把钱放在瑞士银行 这么做的结果就是 因为瑞士银行越来越安全 道理很简单 利益绑定 全世界有钱有势的人和国家 都在瑞士银行存钱 那就谁敢动瑞士银行 就是动了这些人的利益 其他国家会联手跟你玩命 慢慢的呢 就成为一种平衡 大家纷纷选择维持这种平衡 谁碰跟谁急 所以二战前 希特勒想打瑞士的主意 最后都没敢动手 不过历史上 因为瑞士银行的安全 反而导致瑞银发生了信誉危机 1933年纳粹德国 要求每个德国犹太人 如实上报自己的海外财产 有些犹太妇人呢 发觉不对劲 就没说实话 于是盖尔泰宝就开始彻查 他们在海外的资产 其他银行还好说 面对纳粹的强硬态度 就把资料公开了 到了瑞银这儿不吃这一套 坚决不提供客户信息 希特勒出面交涉也没辙 盖尔泰宝呢 就想了一个绝妙的点子 他们冒充这些妇人呢 到瑞银存钱 如果钱能存进去 那就说明他在瑞士银行开过户 也不管他们到底存了多少 回国之后 就会对这些妇人言行逼供 逼他们把钱转回德国 犹太人禁不起逼供 就只能把钱转回来 当然了 钱转回来之后 就进了纳粹党的腰包 这些犹太人呢 也就被杀害了 等到二战一结束 犹太人想起这段往事 纷纷谴责瑞士银行 没办法 瑞士银行就出台了新规定 规定存款小于5000万 瑞士法郎的客户 那合人民币就是3.5个亿 可以匿名存款 随便写个代号 比如说你叫什么阿猫阿狗 狗圣都可以存钱 银行也不知道这个狗圣是谁 取钱的时候 只要拿着开户的证据就行 这样一来 就算有人追查 也只知道是狗圣在这存过钱 所以这狗圣是谁 也没人知道 5000万瑞郎 在当时大概相当于5000万美元 别说二战结束的时候 放今天也是一笔巨款 正常人都盗不了这个数 至于那些存款数 多于5000万瑞郎的客户 银行是知道对方是谁的 不过就算知道瑞士法律 不许他们泄露 作为存钱的这么严的保密之路 肯定是好事 但是也会出现其他问题 最严重的就属逃税和洗钱 咱都知道越有钱的人 交的税就越多 有的国家甚至把他们的纳税比例 提高到了50% 有钱人肯定不能接受 于是很多富人把钱存到瑞士银行 国内银行卡就留2块5 别说纳税了都能领低保 国家明明知道他们用这种办法逃税 但是无能为力 找瑞士也不会告诉你 于是2008年 美国指控瑞士银行 说他们帮助美国富人逃税 造成了每年1000亿美元的损失 官司打了几年 最后瑞银败诉 支付美国7.8亿美元的罚款 还被迫把4450个客户的信息 交给了美国 这一点跟瑞士的法律不冲突 毕竟美国跟瑞士是国际法庭打的官司 判决结果也是国际法庭出的 瑞士如果不服从 利益受损更严重 除了逃税 就是很多不法分子 用瑞士银行洗钱 南美那些大毒销 还有不少全世界各地的大独裁者 都把钱存到瑞士银行 比如卡达费 萨大姆侯赛因 还有菲律宾前总统马克思 都把瑞士银行当成小金库 这些人在国内独裁统治 一旦让民众知道自己这么有钱 有损形象 政权也得不到保障 所以瑞银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钱进去了没人知道 当然了除了他们 还有一些国家的贪官污吏 也选择这么干 国际社会面对这种问题 自然要求瑞士银行公开这些信息 给了瑞银很大的压力 面对这些压力 2015年瑞士银行把已故的 政治敏感人物的账户信息公开 你比如卡达费 萨大姆侯赛因 还有马克思的资料 就是这会放出来的 并且在2019年瑞士银行出台新政策 开始有条件的向80个国家进行数据交换 而且这个名单会越来越多 相信有一天瑞银信息绝对保密 将会成为历史 好了 关于瑞士银行 咱今儿就聊这么多 欢迎大家在寻音讲堂APP 或者YouTube上订阅寻技慢聊 也欢迎大家在YouTube上订阅我的会员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